简王妃娘家也是氏族大家 可简王乃是堂堂亲王 简王妃的姬妹做了偏妃 也不辱墨家族 于是简王妃的家族就同意了 只有简王妃不同意 三妹怀了孕 简王妃让人瞒着简王 自己派人 说去接三妹到府上 却偷偷将她弄走 这件事知道的人不多 而后那三妹就死了 还生了个女儿 那个女儿就是韩慧 简王妃叫人拿去弄死 只当神不知鬼不觉 这些简王原本不知道的 简王那个时候 还在到处找那个小姨子 但是简王妃家里 其他人都知道这引擎 她们总不能因为那个三姑娘犯了错 就和简王妃闹翻 所以也藏着没有说 而简王妃的其他姊妹们 知道她这个人很辣 从此就断绝了和她的来往 简王妃心里有了这个隐情 憋了十几年 后来年纪大了 又因为女儿婚姻不幸 触动了心事 引起了精神病 害死了人 总是怕有鬼灵来索命 这些话 她无法跟任何一个人倾诉 日复一日就得了病 简王一开始并不知情 后来简王妃的病情越来越重 最终不知不觉 把这段王室告诉了简王 简王思念曾经的情人 更想找到那个丢失的女儿 她心想那孩子多半是死了吧 顾景之无意间发现了韩慧 她当时只是天马行空地想 韩慧会不会和简王府有点关系 毕竟韩慧梅雨间很像简王妃 然后她就派人私下里去找韩慧的养母 韩慧的养母把韩慧身份告诉了顾景之 韩慧是一位在大户人家做下人的同乡爆出来的 说要弄死 那位同乡很可怜韩慧 就把韩慧交给了她的养母 韩慧的养父母成亲四年五子 他们夫妻善良 那位同乡又给了点银子 他们就收下了韩慧 韩慧到了家里 没过半年 韩慧的养母就怀孕了 韩慧养父母都觉得韩慧是他们的福星 从此就真的带得像亲生女儿般 当初他们收养韩慧 韩慧墙包里是有个玉佩的 不管日子多难 韩慧的养母都舍不得卖了那玉佩来换口粮 宁愈饿死 那位善良的老妇人 总是盼着将来有一天 韩慧的家人会来找她 这样韩慧也能过上好日子 她知道韩慧出身不简单 顾锦之派人去要那块玉佩 那位老妇人知道卢阳王府 乃是韩慧的主子家 就给了 那块玉佩 乃是当年解王给自己小姨子定情的信物 顾锦之一直留着 直到简王府的人找到卢州 来唐药当年朱仲军偷了他们的铁矿 直到两个月前 朱仲军的大军到了河南 他才把韩慧和玉佩交给简王 简王想要这个女儿 他一直对韩慧母女有愧 不管朱仲军开出什么条件 简王都需要接回韩慧的 而简王世子没有反对 因为他不想韩慧流落在外 这样对到氏军的母亲和简王府的声誉皆有损 所以简王府和朱仲军结盟了 结盟了两个月 他们就快要打到了京城 京理却突然加强了抵抗 不仅仅如此 不少的文臣都被判了流放 朱仲军和他的谋士一开始还以为 这些文臣都是主张放弃抵抗 才被判流放的 后来雁山说 爹爹 为什么要流放他们 直接关起来 岂不是更好 现在流放 难道不怕咱们收拢人才吗 朱仲军心里也早有这个疑惑了 但是他没有说 因为这个当口 他不能容忍任何变故 他怕有什么不好的事 影响大家的士气 雁山当面提出来 众人就都看着朱仲军 朱仲军值得的 那就经理的探子 查查这些流放大臣的底细 流放的大臣 大都是三品和四品的文臣 一查才知道 他们根本没有主张放弃抵抗 所以 他们被流放 更加叫人摸不着头脑 听说 洪德帝病倒了 如今 乃是皇太后垂帘听证 辅佐大慌子 没过两天 又有探子回禀说 朱仲军父子三人 同时有点正了 他们都知道 顾锦之就在皇太后身边 难不成和顾锦之有关吗 京城最近人心惶惶 不少人举家北迁逃命 而皇帝病倒之后 皇太后垂帘听证 辅佐长皇子 突然之间 流放了十几位文臣 叫人摸不着头脑 袁玉叶也是糊里糊涂的 皇太后下令流放的大臣 既不是武将 也不是袁玉叶派系内的 更不是什么才干大臣 等这些文臣被流放 朝中彻底被武将掌控 袁玉叶渐明白了皇太后的意思 这是想靠武将来撑起朝廷 结果到了三月 京城还是被叛军包围了 坚持了半个月就破城了 破城之际 洪德帝发病而亡 袁玉叶被抓 朱仲军父子进城后 立马冲到了宫里 到处找顾锦之 却没有顾锦之的身影 朱仲军急得眼睛都红了 爹 娘是不是跟着皇后 和太后等人逃了 燕山道 您别急啊 破城之后 京里的锦衣卫 护送皇后和太后等人 逃离了京城 朱仲军的人已经去追了 迟早能追到的 不管怎样 朱仲军都需要把皇子们 等人抓回来 他需要有人膳位给他 他启示打的名头是清军策 而不是谋逆 如今 袁玉叶已经抓了 皇帝也死了 朱仲军总不能自己 把自己抬上皇位 他需要先辅佐一位皇子 然后再让那皇子 扇位给他 这样他才能名正言顺 袁山 你留下来处理事务 我带人去追皇后他们 朱仲军把宫里翻了个遍 最后没有找到顾锦之 料想顾锦之 可能真的是被皇后和太后挟持而去了 袁山错愕 爹 如今百废待兴 您不能走啊 袁山道 我和二弟去追 朱仲军摇摇头 我和你母亲心有灵犀 我这次一定能找到她 朱仲军说 你去找 万一错过了 她又要吃苦 父子俩谁也没有办法说服谁 最后却有侍卫跑过来说 找到王妃了 顾锦之藏在冷宫的地窖里 破城那天 他就和傲雪藏了起来 他们对冷宫很熟悉 冷宫旁有个地窖 之前是储藏菜书的 而后就废弃了 一般人都不知道 顾锦之曾经住在冷宫 他就把冷宫内外摸了个遍 城破前一天 顾锦之就有那种预感 所以他叫了傲雪 两人先藏起来 他们在地窖里躲了三天 直到顾锦之隐约听到了脚步声 那种脚步声 沉重又快速 不是宫里的侍卫 宫里的侍卫 哪怕是再快速奔走 脚步也很轻 这是规矩 这种脚步声 应该是卢州的人 顾锦之这才和傲雪 从地窖里爬出来 傲雪还担心 结果 他们出来一看 果然是卢州的 卢州的人 到处在找顾锦之 人在哪里 朱仲君的声音有点颤 他带着燕山和燕影 往冷宫的方向赶去 他机会是飞奔着 想要赶紧见妻子一面 想到这里 他眼眶里 沉满了泪 半路上 他们遇到了顾锦之 看到他们父子 顾锦之先停住了脚步 他脸色苍白 一身脏乱 狼狈不堪 他很不想这样 见他们父子 让他们难过 可他的丈夫和儿子们 也并不比他好 他们刚刚进城 都是一身脏乱 燕山和燕影 都变得高大结实 从战火里滚过的 两个儿子 目光坚硬 身躯挺拔 已经是顶天立地的男儿了 而朱仲君 摆了半头青丝 顾锦之的眼睛 陡然就湿了 他站着没动 朱仲君似阵急风 快速奔向了他 紧紧搂住了他 他几乎被他搂得 透不过气来 他能闻到他身上的味道 有点血腥味 仍是无法掩盖 那股子熟悉 顾锦之泪如雨下 他反手搂住了 朱仲君的脖子 声音哽咽道 朱仲君 老婆 朱仲君声音 撕痒 湿湿的 他们夫妻抱头痛哭 四周的杏花 全部开了 此刻 纷纷扬扬落下来 落在他们的脸上 尖头 身上 那尹尼的清香 萦绕鼻端 为了这重逢 添了几抹印令 四年了 你还活着 朱仲君哭着说 四年了 他们都是踩着刀尖 讨生活 可最终 他们都还活着 天一成全 他还能再活着 见到他 顾锦芝的热泪 滚僵下来 夫妻俩相拥而弃 哭了半天 朱仲君才松开他 燕山和燕影上前 跪下给母亲行礼 顾锦芝视线里 孩子们的脸庞都模糊了 他在模糊中 看到了他们的眼眶 也泛红 泪水打湿了脸颊 顾锦芝搀扶起燕山 再搀扶起燕影 燕山敏锐地 看到顾锦芝行动不便 问 娘 您的腿 朱仲君和燕影的目光 一时间都落在 顾锦芝的腿上 有点泊足 顾锦芝尽量轻描淡写 可是 他仍感觉气氛一致 彤彤呢 燕少呢 顾锦芝最关心的 还是当年 彤彤和燕少 有没有被朱仲君救回去 看到燕山和燕影 不见彤彤和燕少 顾锦芝心里 凉了半截 他们还在受伤 燕山盲解释 娘 燕少和彤彤太小 咱们行军不能带着他们 这四年来 顾锦芝已经蜕变的分外成熟老恋 显然是朱仲君的左膀右臂 最终 顾锦芝一家人 先住在了平酒店 当年 顾锦芝和朱仲君成亲 就是住在这里 这里对他们而言 意义非凡 大军刚刚进城 一大堆事要处理 朱仲君找到了顾锦芝 心里重担放下 就先去处理大事了 顾锦芝一个人留在平酒店 等处理完事 他第一件事 就是回平酒店 他做的最多的 就是躺在顾锦芝怀里 他多次对顾锦芝道 这一路上 我经常做梦 梦到你 我就会想起 之前去你们大学 看你的模样 天气很暖和 草地软软的 我整着你的腿打盹 你再看书 阳光照在你的侧脸上 你脸上都有金光 顾锦芝记得这件事 他曾经说过的 他说 他暗恋顾锦芝的时候 偷偷去他的大学看的 结果 在学校草坪上 看到顾锦芝和前男友 相依看书 那场景印象深刻 他早已带入了他自己 破城的第四天 朱仲军把洪德帝的四儿子 找了回来 四皇子今年三岁整 正是能台上皇位 又不可能做皇帝的年纪 是朱仲军最需要的人 而其他人 包括谭太后和李皇后等人 全部没有回来 到底为什么没有回来 谁都清楚 却没有人去点破 这些人回来 反而是麻烦 还不如不回来 朝廷更加安稳 一路跟随朱仲军的晋王 在破城之后 找到了他的母妃 德太妃 晋王并没有其他想法 他如今想的 仅仅是再见他母亲一面 他还有个小妹妹 他也想找到他 然后他想带着母亲和妹妹 去晋王自己的封地 过些简单的日子 他母亲十四岁进宫 从此就再也没有出宫过 顾锦之也是这四年来 第一次见到德太妃 德妃苍老了不少 他由晋王搀扶着 到品酒店来看顾锦之 顾锦之起身迎接他 看到顾锦之一搏一瘸的 德妃深声哭了起来 德妃自己也苍白了头发 他虚弱得厉害 四年啊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的光阴 却是他们生命最大的坎 几乎摧毁了他们曾经的容颜 顾锦之也哭了 他和德妃坐下之后 晋王就在外殿等候 只留了顾锦之和德妃说话 先皇去世之后 我便想这辈子大约就是这样了 每次练姿 朽花 吃饭睡觉 逗逗趣儿 不成想 后半生居然过得这么惊心动魄 没有一刻安心的 德妃眼泪收不住 这四年 他也吃了很多苦的 何苦仅之相似 他被限制自由 关在宫里 宫里那些失利也 对他并不好 吃住皆苛待的 如今 总算是到了头了 德妃道 晋王对我说 他要向王爷辞行 回封地去 我想跟着他去 当年 就该跟了他去的 当年 并不是德妃不想走 而是洪德帝不让 那时候 洪德帝很防备晋王 自然要把他母亲留在京里 将来 若是晋王有什么不良军心 他母亲就是人质 德妃却是一直想走的 刘姐 你保重 顾锦致道 物是人非 到了今天 除却一生保重 再无别话了 你也是 德太妃顿了一下 最终还是道 你也保重 先恭喜你了 顾锦致眼角泛起了泪光 第二天 晋王和德妃就离京了 顾锦致去门口送他们 半年 半年后 朱仲军将一位王室世家女 嫁给了晋王为正妃 晋王妃端庄贤静 和德太妃很投缘 婆媳感情很不错 一年后 晋王妃就生了个女儿 而后又添了几个孩子 晋王除了正妃 也有两房偏妃 儿女成群 萦绕西夏 德太妃真正过起了 安享晚年的日子 直到十年后 德太妃才寿终正寄 那十年里 晋王每次进京 都会把德太妃的消息 告诉顾锦致 德太妃甚至会给顾锦致 送些小礼物 顾锦致也会托晋王 带礼物给德太妃 只是顾锦致这一生 再也没有见过她 宏德十一年的六月 朱仲军登基为帝 之前 他辅佐了宏德帝的四子 为皇帝 五天后 新皇帝善未与朱仲军 连个年号都没有取 这种掩耳盗铃 也没有人多说什么 次年 改年号 锦致 顾锦致被封为皇后 燕山立为太子 燕尹封为雍王 燕尚封楚王 雍王和楚王都授予金策金宝 碎鲁万代 只是不再次护卫军 他们可以选择留在京里 也可以选择去封地 童童方为靖乐公主 按照之前的惯例 公主应该授予金策 碎鲁两千代 可是 朱仲军疼爱童童 方童童为靖乐公主之后 碎鲁九千代 几乎和他哥哥们齐平 顾锦致的父亲 叔伯和兄弟 堂兄弟 全部封了侯 顾锦致的母亲 松叛尔 也封了秦国夫人 朱仲军对顾锦致家人的封赏 几乎到了过分的地步 不少朝臣建议他 不要如此厚赏顾家 朱仲军没有听 顾锦致也劝他 要是将来 顾时侍宠而交 你也难做 我也难做 何必这样重赏呢 你受了这么多的苦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补偿你 朱仲军轻轻吻了他的面颊道 只要我能想到的 我能做的 我都要给你 顾锦致心里软软的 他无奈地叹了口气 看到他半花的头发 他轻轻拂过他病假 搂住他 低声道 你还在我身边 就是给了我最好的 然而是如此 朱仲军还是极尽所能 封赏顾家 顾家众人都进宫谢恩 当然也有点不满 顾锦致的母亲宋盼儿 对朱仲军封赏顾锦致的树地 顾锈致很不满意 宋盼儿也知道 抱怨的话 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所以他非常隐晦地提及 秀哥也太年轻了些 这样封赏他 只怕他会不知轻重了 反而辜负了陛下和娘娘的疼爱 顾锦致的十弟和十一弟也各自封喉 十凤禄 宋盼儿也没觉得小时和小时一年纪小 既然要封赏 自然就没有丢下八弟顾锈致的道理 顾锦致知道母亲所想 当 娘 连堂兄都封好了 何况是亲兄弟 秀哥和轩哥他们到底是一脉血亲 将来也能相互帮衬 您放心吧 若是秀哥不知好歹 还给他生母红莲套封号 我就不一了 孙盼儿心里的小九九 被女儿道出 有点不好意思 他转移话题 问顾锦致的腿 如今灵活几分了吗 提到顾锦致的腿 孙盼儿心里就发酸 眼泪忍不住 你这个苦命的孩子 娘教你捧的长心 长到这么大 居然吃了这些苦 顾锦致这腿 已经不可能再好了 但是 朱仲军不肯死心 仍让林毅给顾锦致医治 这些日子 顾锦致都在斟酒和吃药 她是既无奈又心酸 灵活了几分 顾锦致的 这是标准答案 只有这样回答 关心她的人心里 才会好受些 其实呢 并无起色 那就好 孙盼儿听到这话 脸色明亮起来 欣慰地说了口气 提到顾锦致那条博足 自然会想到 她之前吃的苦 孙盼儿眼泪压抑不住 可怜你 那四年 是早熬过来的 守得云开见月明吗 顾锦致笑的 娘 最要紧的 是我熬过来了 咱们母女 还能一处说话 你别伤心 往事四风散 都过去了 宋盼儿 当时是不同意的 当时想到 侯姨娘到底是 顾锦致的生母 不准她尽孝道 将来 会不会给自己的儿子们 留下不好的印象 觉得宋盼儿 这个母亲太薄情 考虑到自己的生育 宋盼儿同意了 年轻的时候 活得很自已 到了老年 宋盼儿反而 处处顾年身份 她回到家 正好顾锈之 也过来请安了 明日是她的长子周岁 她请宋盼儿 和顾延珍过去 主持抓周礼 请母亲和爹爹 过去热闹热闹 顾锈之道 好啊 孙盼儿淡淡说 顾锈之成亲 已经六年了 生了三个女儿 去年才生了个儿子 正是高兴的时候 孙盼儿也不想扫兴 顾锈之长子的抓周 顾锦致也派人送来领 孙盼儿去了 作为皇后娘娘的母亲 秦国夫人 自然所有的目光 都在宋盼儿身上 人人都奉承孙盼儿 红姨娘 连露面的机会都没有 抓周过了之后 客人散去 顾锈之自己一家人吃晚餐 红姨娘说不舒服 没有来 顾锈之的媳妇 对那个小妾出身的婆婆 并不看重 只是表面上 敬着红姨娘 心里还是偏向宋盼儿 只说宋盼儿是她婆婆 听说红姨娘不舒服 顾锈之媳妇说 只怕是今日累了 让姨娘歇了吧 红姨娘今日没有露面 怎么会累了呢 顾锈之没有说什么 晚上后 却去看红姨娘 红姨娘眼眶吼红的 姨娘 您这是怎么了 顾锈之媳妇 红姨娘抹去的眼泪 顿时又涌了上来 看到你如今这般争气 娘高兴呢 顾锈之私下里 仍不肯叫声娘 一直都是姨娘 姨娘这样称呼红莲 但是红莲都是自称娘 那是圣上和皇后娘娘的恩典 顾锈之道 唉 红姨娘叹起哭道 你如今出息了 娘不知道多高兴 若不是皇后娘娘 哪有你的金田呢 只是 你虽然出息了 心里也应该有娘啊 姨娘 我何曾不将您放在眼里 顾锈之笑道 她能猜测到 红姨娘接下来要说什么的 她不想红姨娘真的说出来 毕竟 红姨娘生养了她一场 可是 她还没来得及阻止 红姨娘已经说出口了 你如今 也是鬼为侯爷 你娘这般低贱 你哪里有脸呢 你也该求求皇后娘娘 红姨娘也想要个告明 夫人 她是不太敢想的 但是依着顾锈之如今的地位 给她请封一个书人 还是绰绰有余的 姨娘 顾锈之 豁然站起了身子 正色看着红姨娘 这话 您别再提了 若是您觉得 经理住得不舒心 不如回延陵府去吧 红姨娘愣住 脸色大变 不安痛哭 你这般不孝 红姨娘哭诉的 姨娘 您这样说话 叫我如何尽孝 母亲什么脾气 您最是知道的 皇后娘娘 为什么这般看中我 只因我和九弟要好 九弟和皇后娘娘 当我是亲兄弟 我却明知母亲忌讳 反而去惹母亲生气 我若真是去替姨娘求了告明 置母亲于何地 又置九弟和皇后娘娘于何地 生恩重 还是养恩重 姨娘要置我于不仁不孝的地步 反而怪我不孝吗 悟秀之一字一顿 狠狠说道 说吧 他转身出去了 留下红姨娘一个人 正愣在那里 连哭都忘了 朱仲军登基半个月 把该封赏的将领 亲戚封赏了一圈之后 就将朝室拉上了正轨 红德朝的武将 大多入了大牢 判了刑 不是死就是流放 靠造反起家的朱仲军 不需要武将 反而他需要文臣来治理国家 顾锦之就跟他说 我记得 你曾经多次提及经理能力卓越的大臣们 上次太皇太后垂联厅证实 我把我记得的能臣们都窜到谭太后流放岭南了 你现在把他们再招回来 为以重任 他们就不会抵抗你 反而感恩戴得忠心耿耿 朱仲军紧紧搂住了他 在那个时候 他没有想着流放武将 因为他知道朱仲军能打进来 只是时间的问题 他需要做的 就是替朱仲军留住治理江山的人才 人文有气节 钱未必能拉拢那些文官 但是秦朝将他们流放 他们满腹委屈 朱仲军再将他们接回来 这是厚恩 他们是无以为报的 顾锦之当初就能想到那么远 朱仲军非常感动 流放的那些大臣 朱仲军并没有一下子全部接回来 他先接了两个比较温和的大臣 给他们加官进爵 封弃因子 让满朝都知道新皇帝稀才 而其他在流放的文臣们 心里就添了几分盼望 哪怕再顽固 也能慢慢融化 朱仲军花了半年的时间 才把这些大臣都招回来 他们没有骂朱仲军乱臣贼子 反而全心全意辅佐朱仲军 替朱仲军歌功颂德 这是后话了 朱仲军登基的一个月后 就是处理园云叶的事 朝臣和百姓都把红豆朝灭亡的过错 推到了园云叶的身上 园云叶和府被抄家 十岁以上的男丁全部被厨一斩首 女眷冲作官绩 十岁以下的男丁流放广西 园云叶行刑的日子定在了七月初一 就在七月初一之前 顾锦芝的四姐顾山芝突然回京了 她的长子已经十三岁了 她和园云叶合理已整整十五年 她如今再回来 大家都以为她要替园云叶求情 顾家大夫人对她说 你可别再糊涂了 你若是替她求情 岂不是冷了姑爷的心吗 再说你可知道 她曾经多次要置你顾家于死地呀 由此害你大哥还差点得手 皇后娘娘死年前被掳到了京里 路上落胎 而且至今有点腿不便 都是园云叶助纣为虐呀 你若是开口求情 别说是皇后娘娘不高兴 咱们顾家也不认你 顾山芝淡淡地叹了口气道 大伯母 你太轻看了我 我并非想回来求情 我只是想回来看她行行 大夫人愣了一下 果然到了七月初一 园家众人被拉到菜市口砍头时 顾山芝带着长子去看了 他站在比较靠前的地方 能看清园云叶的脸 他攥住了长子的手有点紧 园云叶神色傲然 一脸的不屑 对父子毫不在意 而原家其他人 或悲痛或悲愤或恐惧 只有园云叶神色淡定 他高傲地昂着头 冷然看着这个世间 他也轻蔑扫射了眼人群 然后他就看到了顾山芝 他轻蔑地神态信收 表情正冷住 他以为是自己看错了 微微合眼 再盯着顾山芝卡 确定是顾山芝 圆云叶脸上瞬间 被各种情绪充满 震惊 愤满 悲痛 憎悟 这些表情一一闪过 最后 只剩下一缕哀痛 他冲顾山芝笑了笑 顾山芝面无表情 腿却软了 他的长子搀扶着他 他这一辈子就是解不开对圆云叶的心结 他心里一直恨 他曾经是爱极了圆云叶 对圆家 他倾其所有的对他们好 最后 圆家却辜负了他 哪怕是合理 始终一不平 他想看到圆云叶落到这般下场 他的心结才能解开 所以他回京了 但是此刻 他情绪涌动 自己也变不明 圆云叶冲顾山芝笑了笑 见顾山芝脸色刹那白了 圆云叶就知道 他心里还有他的 眼睛顿时就湿了 圆家被抄家 女眷冲关记的时候 圆云叶的母亲和妻子自尽了 那时候他都没有哭出来 他觉得很好 他们走了 守住清白 少受点苦 反而不错 他并不悲伤 整个过程中 落得这样下场 他也不后悔 直到他看到人群里的顾山芝 色意止不住 他的眼眶紧满了泪 顾山芝的面目变得模糊 他眨眨眼睛 似乎想把他看得更加清楚些 他这么直勾勾地盯着看 让顾山芝心里起了圣意 顾山芝后退了两步 最后 行刑时辰快到了 圆云叶突然泪如雨下 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 他嘴唇喃喃开起 说了句什么 没有人能听懂 只有顾山芝知道 他在说 山芝 为什么要叫他 顾山芝只是看热闹的 他需要知道他不得好死 需要知道他有了报应 这样他才能放下他心里的不甘 继续前行 可是这一刻 他这辈子只怕更加放不下了 圆云叶 他是故意的吧 他知道他的性格 所以他吃准了他 那血淋淋的脑袋滚了下来 顾山芝仍能看到他眼角的泪痕 胸口的一口气 使劲翻滚着 顾山芝倒了下去 娘 他的长子接住了他 带着他挤出了人群 人群只当顾山芝是怕了 才晕厥的 顾山芝从刑场回来 茶饭不思 大夫人既气得不争气 又担心他 他千里迢迢 从江宁赶到了京城 就是为了看原雨夜被砍头 这意味着 他是下了狠心的 如今又这副忧愁模样 自然是发生了点什么 顾景芝却听母亲宋胖儿说 顾山芝回京了 他也很想见见四姐 就把顾山芝请到了宫里 见顾山芝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 顾山芝问他 四姐是哪里不舒服吗 顾山芝在顾景芝面前 有了几分惬意 不自然 却也把那天刑场发生的事 告诉了顾景芝 神芝不知道他为什么哭 只是臣妾现如今 闭上眼睛 就能看到他哭的样子 曾经做夫妻的时候 他都没有为臣妾哭过的 说到这里 顾山芝的声音也哽咽住了 他连忙抹去眼角的泪光 整整心情继续道 皇后娘娘 真切失态了 本宫听闻 袁家抄家的时候 袁老太太和他自己的太太自尽 他都不曾落泪 顾景芝慢慢道 他心里 只怕是对四姐有愧 这话一说出口 顾山芝就感觉自己的心头 万针旗簪般的疼 但是 那骨子猛烈的疼过后 压抑在他心头多日的阴霾 渐渐散去 他好似松了口气 十几年难以平息的一口气 终于慢慢透露出来 原来 他也有过情 顾山芝只需要知道这一点 就足够了 总算弥补了之前 近十年对他的付出 他似乎甘心了 终于可以心平气和 回江宁了 他这次北上 为的就是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